戰狗是來自以前的戰爭 是古武士氣的指令 在老師的指導之下 來自法國芭蕾廷林中文學校 思想二十四的人 是在六港體育場 列前的打去戰狗 這樣的體驗 對生長的芭蕾成少年來說 真是真希奇又真出味 來自法國的老師和學生 是真認真來認識這戰狗的打法 這次過來台灣不只是合式中文 更重要是來做文化交流 跟學生的文化作為團出去 我們是法國的廷林中文學校 然後呢我們來這邊呢 為什麼帶學生來這邊就是來交流 希望能把那邊的文化帶過來 把我們台灣的文化介紹出去 希望由他們嘴巴裡面所看到的 所看到的跟所聽到的 搶出去就是替我們行銷了 學生每一集都覺得很出味 不然是傳統的民俗記者 對台灣的野餐文化 還有傳統秀者 也都是黑路的特地 真的很特別 因為我們那裡 不是常見到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很高興能夠 在這裡學到這些文化 還不是很難 但是要知道怎麼樣打 跟法國的股不一樣 因為這個只有一個股 有這裡 法國沒有 我真的很喜歡台灣的野餐 我真的很喜歡台灣的野餐 我真的很喜歡台灣的人的食物 什麼都喜歡 我喜歡吃牛肉麵 嗯 牛肉麵 嗯 但卻我不喜歡做豆腐 這些學生中的在六港 進行為期四港三美的民俗提供 主要提供的是整個 補得魚仔製造 三頭 還有木條的DIY 賣餐餐的宿船 老家 還有一四廟廟廟的個建築 希望可以將台灣的民俗風景 帶回法國和大家做回來分享 新中華新聞創中青六港 蔡宏報道